歡迎繼續回到Street Wars未來經營室的現場 你知道在世界歌裡得有樂團重組 可是重組要回歸這件事情通常都是超級天團嘛 比方說接招回歸啊 或是辣妹還在這種事情 但是現在我們也有一組超級組合回歸 我們歡迎929 是對自己回歸表示相當的不屑的意思嗎 真的是興奮的叫聲 剛剛那個呃是誰做的 都有啊 所以 不能講回歸嗎是吧 回歸 回歸 算這怎麼講啊 這怎麼講 這怎麼講 靈魂人物自你出來 靈魂人物自你出來 靈魂 好接下來就讓他們的團員自己互CUE好 我們就不用講了 是再出發 再出發 事隔三年 再出發 可是 推回最早 2005年929 第一次正式成軍發行第一張專輯 這七年來 其實929的團員就開支散業嘛 就跟929合作過的人開支散業 然後也拱出了一些明星級偶像歌手這樣 有嗎 有嗎 都你有發片 好啦我那個 反正我們 欸我有說是你嗎 沒有啦 啊 怎麼這樣 好了但是如果過去這幾年你沒有跟到99的這個風格或作品 現在才開始要認識99這個團體 我們現在請 這 現在這四位團員來自我介紹一下誰是誰 來 好我是 我是主唱至您 我是鼓手ROBER 我是吉他手黃界 我是 BASS兼帥哥嘟嘟 你剛剛想這個想很久了對不對 對 想很久才用勇氣講出這句 對號入座剛剛那個偶像奇迷 所以 這邊都非常激動 就非常積極的想要對號入座帥哥或偶像這件事情 但另外這一邊 就顯得非常的淡定 他們練團的時候比較激動 真的嗎 真的 他們會討論很多 討論很多關於偶像跟明星的事情嗎 差不多 很熱烈 討論比較熱烈 其實99從去年年底就開始醞釀的要回來了 是 然後也在簡單生活節唱唱了新歌 嗯 感覺怎麼樣 每個人都要講喔 應該問我會比較 比較多感觸 怎麼說 我是至您 嗯 他製造你的聲音啦 還真的欸 就是 因為我之前有發個人專輯 是的 然後後來在重組929的時候 就是做音樂的方式就不一樣 喔真的嗎 對 忽然覺得好好懷念喔 就好懷念就是 又有點進鄉親切 事實上沒有弄好就可以賴給別人說 你看你弄成這樣 是這樣嗎 懷念吵架的感覺 或者說 我想幹嘛不見得都能幹嘛了 就是有人可以否決你了 沒錯 那是一個綜合體這樣 嗯哼 好 那另外一位偶像呢 杜 我知道我知道我要講了 我提醒你 嗯 沒有我覺得 上次的表演還蠻刺激的啦 因為那個算是我們 第一次四個人這樣子表演嘛 對啊 然後當然是有一些地方很不熟悉這樣 但是就會覺得 好像有什麼東西可以發生的感覺 什麼東西可以發生 有一些 會是什麼 就是跟以前 929的表演不太一樣 然後好像有一種新的 有一股新的 對 因為有一位爸爸加入之後 對 有一股新的力量 喔 好 我們就立刻就要Cue他 來 Robert對於加入這三個瘋子的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 他們 還好啊 不會 不會比我小孩難搞啊 所以 以小孩為標準的話 這三個人都算小屋了就對了 對啊 竟然跟小孩混 混自己大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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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欸我沒有想到 這麼早就出現這個字耶 老實說 他是我們團裡算是最成熟的 嗯 就是什麼大風大浪 Robert沒見過對不對 沒錯 所以他 他也調整了我們的音樂 蠻多的 可是Robert加進來之後 最不適應這三個人的什麼 這三個人其實你都認識很久了 就是太好相處了 喔真的 喔 太好相處 你不要幫這些偶像製造光環咧 雖然你自己也是偶像之一 我不是 他現在坐在他面前是 黃界跟嘟嘟 所以他對我們說太好相處 太好相處 所以那個意思是他右手邊那一位 就相對來說光環比較大顆 是這樣嗎 不會不會 都好 都很好相處 看起來這個團裡頭現在 雖然是reunion 但有一些奇妙的張力存在著 Robert是來幫我們整理我們的 對 整個音樂技術的部分 然後有點像是要讓我們登大廊的感覺 所以Robert是來coach你們的 對 真的不是來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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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個從大學一直亂到現在 終於有人來幫我們整理一下 有人會很認真的講正經話 坦白說以前929上台 有時候每次會彈得不太一樣 我相信啊 可是現在都知道自己在幹嘛 所以Robert被 其他三個被Robert丟過什麼 在最近的錄音跟演出過程當中 我根本 我數不太出來 列取各自的Top3來 Top3喔 從生活到音樂到 哇連生活都可以丟喔 到愛情 愛情有 無處不丟 愛情有 愛情他也是成熟啊 所以他也是心靈導師了現在 他會跟我說你看 你看到自己的小孩就是幸福 那個幸福是一輩子 你永遠不會擁有的最幸福的感覺 是喔 就當你看著你自己的小孩 因為現在是廣播啦 不然他應該是 另外一種措辭 馬上又會嚇我出來 因為時間有限嘛 他講太多有點沒有 喔 就是應該講 大家都是大人 你應該講一點點就 就應該要懂了就是了 那 他會講很久 真的 他真的會講很久 那我想知道 黃界你被刀了什麼 大概就是 還好耶 還好耶 真的嗎 對 黃界只會被 就是說 欸你要再多激發你的創意 多想一下 對對對 多創意一下 我常常在練團的時候被要求 彈新的東西這樣 嗯 因為你就老梗一直翻新嗎 喔 不不不不不 因為他看見我有無限的潛力 那現在潛力開發到哪裡了 0.5 目前 應該只有個5%吧 我猜 那他這樣就放過你了嗎 這樣就讓他很滿足了 哈哈 哈哈 欸我們今天來到底是幹嘛 哈哈 不要一直消分心團了 好不好 好好好 齁 現在又被刀了 而且在節目上刀 沒有我們今天來本來是要宣傳演唱會 是 但不小心演唱會SO OUT了 我猜我們就是 喔演唱會已經SO OUT了嘛對不對 喔那拜拜 大家下 大家演唱會見 那來幹嘛 幾號也不用講了 這樣不是知道大家遺憾嗎 應該還是我們應該要 還是依照國際慣例我們應該要問這個問題 有沒有要加場是這樣嗎 嗯我們 唉唷果然是天團耶 家場 就很開心大家還記得我們 所以應該會有一些後面的場子 果然是天團主唱的回答方式 厲害 這樣講OK嗎 很好很好 不然是你現在應該 家場真的嗎 這樣還有人會來嗎 真的 可是老實說你們真的在仇辦這一場 支出真的會擔心票房這件事嗎 我個人是沒有很擔心 是沒在怕的 因為我在乎 我不會很care的票房這件事情 我是蠻擔心的啦 真的喔 擔心沒有四天之內賣完這樣 我亂講的 我想難過跪丟他喔 所以是五天半賣完嗎 我不知道欸 反正你總之 我一直有一個感覺 就是 so out我們非常開心 對對對 也都真的很謝謝大家 可是很緊張 更緊張 更緊張 而且對我而言 我比較在乎 我最後表演出來 那個音樂到底長怎樣 OK 因為我自己會有一個 標準 就說真的覺得好 我們真的不錯這樣子 OK 但是我們要告訴大家這個遺憾 就是二月十六號 禮拜六的這一場 已經so out了 是 那沒有要加場 只是未來 鋪了個梗 未來有可能有其他的演出就對了 一定會 那個未來是什麼時候的未來啊 正式發片記者會 下風很大 還不知道 這樣整個就讓大家覺得 聽不聽的就心碎 就如果現在才 什麼已經賣完了 買不到票了 那我們等一下光光回來只好 聊有點八卦了 光光最後馬上回來 哈哈 我捨棄說話的能力 只感覺一條河傳新生命 同年從步步上斷 留下話題 揚起青春相互推翻的記憶 沉添淨 沉添我進入溫暖的海底 一轉眼尋長滿眼的毛細孔都開了 聽你的水晴迅速傳達 沉添加 Zither Harp 看不见 出逻辑 没叹记得懂之无门 不带约定 纷纷从各自的河流 来到这里 我们相逢 来到这里 我们相逢 来到这里 我们相逢 高兴的 忧伤的 传流不息的 触摸彼此烟花的痕迹 高兴的 忧伤的 触摸彼此的痕迹 高兴的 忧伤的 触摸彼此的痕迹 Dreverse 未来 今年是在现场 现在是929 929在从去年年底开始预告重组 然后在2月16号的演唱会已经卖完了 但是接下来应该要有正式的新专辑 在可预见的未来要诞生 是的 是 是 希望今年的某一个时候 今年才很长 现在才2月 怎么会是12月28号才发生 避开一个风头 避开什么风头 就是大概是七八月之间吧 七八月之间 七八月之间会有一个偶像级的歌手要发片 哦 所以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意思 对 那个人姓黄 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这样 哦 请他自己去 所以避开这个风头是在之前还是之后 应该是之后 哦 所以这个重组 但你们果然很有张力 因为这个人要先发片 对 那我准备很久了啦 所以你到底会把心力投注在重组的这一个大团 还是投注在自己的光环身上 手心手背都是肉 这是我刚刚讲的 你不要再盗用 是哦 我们要知道你真实的想法 当然就是 就是我们那个并驾齐驱 齁 那个这个 你不是第一次来本 你不是第一次来本节目 你知道本节目有个禁忌 什么 就是严禁官话 哦 严禁官话 惨了 这样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哈哈哈 你看偶像歌手什么没学到就是学会讲官话跟场面话 我觉得在929的表演的时候跟我自己的感觉差很多 是 自己表演其实 他那个紧张度会比较高 嗯 因为你一个人 就是要负责整个场面嘛 嗯 就是 但现在听起来还是仍然有点离题的感觉 对 哈哈哈 那好厉害 好厉害 然后在929弹吉他就是 很开心 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弹吉他 就是 呃 写歌很开心 唱歌很开心 可是弹吉他很开心 因为我自己的东西也都是会自己编吉他嘛 是 那 呃 那99弹电吉他就是 感觉 可以很很自由的 的乱弹这样 我觉得他现在自由发挥 像是走在地雷去身边踩到 可以直接问他说 那个 红界要红到多少 他 赚每个 每年赚多少钱 他才会退929 哈哈哈 没有他 所以他是929里头的Robbie Williams 是这样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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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我的音乐让这个世界 不再 哈哈哈 我要拿笔丢你 哈哈哈 有啦 我最近就是在忙自己的专辑啦 就是 两件事情就是 一直 在练团嘛 就是2月16号 我们有蛮密集的练团 是 然后剩的时间都在录音 所以严格讲 99的专辑 还没有正式开安 但是有 开始在编新歌了 嗯 那创作这些部分怎么分 比方说 大家各自都有丢 很多作品进来 那黄界 主要还是我的车区 比较多 对 OK 然后黄界的创作会集中在他个人的专辑 对 因为他也不会把他东西分享给大家 就是这样 不是啊 Don't say lad 诶 谁却你讲英文啊 哈哈哈 其实经历那么多年 其实我们 有一个蛮妙的感觉 是 就是我跟黄界 大学的时候是一起学吉他 嗯 然后一起玩 那时候会觉得彼此的创作有很多相似之处 嗯 可是走着走着现在会越来越不一样 嗯 尤其到现在就觉得我们两个的创作是 几乎是截然不同的作品 好那各自讲一下 你们觉得 你们认识彼此这么多年 嗯 从以前到现在 你们现在看对方的创作 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嗯 然后最大的赞赏是什么 嗯 智宁的东西 谁说你先讲的啊 哈哈哈哈 都可以关话 好那智宁先讲自己先讲 好好感性时间好恐怖啊 哈哈哈 黄界就是 黄界就是大学的时候他 讲话都 很有趣 嗯 他在朋友之间 讲话都是那种 你就觉得 哇这人怎么那么聪明 嗯 都讲一些让你 你确定这不是关话 他不是关话 智宁绝不讲关话 我那时候还会跟 跟他说 黄界你好适合去上吴宗憲的节目 哈哈哈 还是因为讲的是 我就是吴宗憲啊 哈哈哈 然后 没想到就是 他开始发片之后 他说话啊 跟观众互动这件事情 变成一个 他的卖点 也不只是卖点 他的歌本身也是很有 很有渲染力 嗯 他的创作也是就像他讲话一样 很聪明 嗯 就是他会关系 关注到非常多细节 生活中的很多小细节 OK 然后会touch到你的 那个感受这样子 对啊 所以他就是一个很 怎么讲的 哪块外界要邀请你们在一起了 哈哈哈 真的啦 我是讲真话啦 哈哈哈 我有的时候会真心的觉得说 哦 黄界的创作好酷哦 好屌哦 我为什么 没办法这么冲 啊 智宁哦 don't say let's boy 哈哈 哈哈 好今天已经有人开了 这么恶心的一切了 好了好了好了 坏你了 智宁他从 从小到大 哈哈哈哈 他的创作其实都 我觉得这个是他的 啊 啊 他讲我好话耶 没有 你本来想讲坏话的吗 讲真话 好我讲真话好了 我觉得智宁他的个性很矛盾 嗯 他对自己的的情感其实 不不只是感情 就是很多东西 他其实不太不太敢去面对 包括对你 或者在做 哈哈哈 或者在作品之间 他总是 没有办法去描述自己 内心的一些东西这样 但是他他写的东西又比较大 比如说他会 呃 观察一些 呃 发生的事情啊 是 或是观察某某些特定的对象 或是 观察什么议题 然后做出 欸 那样子的 那样子 我 我 欸怎么讲 完蛋了 那样子 我觉得听了会 你会很亢奋 或是你会因此而去 关心这些事情的 的那种歌曲 嗯 但是他我觉得他在最近几年开始 会有 蛮多那样的创作出现 那种 有有关于自己的 嗯 就他终于 把异体拉 把异体拉回自己身上来 比较会写自己的东西 尽管还是 会有一些 就是 有关于 关心这个世界的 的部分 嗯 但是其实他 还是 哈哈 开始会 开始会写自己心里的东西 那样 要帮你总结就是 最后还是要好好爱自己 好好 好好过生活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你们两个可以再噁心一点 不要紧 哈哈 好我讲一下这个 因为自宁之前发过 发过个人的嘛 是 然后 我觉得 929和吴志宁最大的不同就是 吴志宁可能在执行 吴志宁的时候 他自己都先想好 这首歌应该长怎么样 就是 他大概气氛是什么 甚至他创作的时候 他就有这些想法 是 那现在我们929就是 继续玩了 所以 他就把部分的空间 对 几乎只把 只剩下词曲创作的空间了 嗯 对尤其Robert加入以后 嗯 哈哈哈哈 没有啦 就是但 这你还是会跟我们说 他这首歌想说什么 是 然后我们就会依照 他的想像 去 让这首歌变成 我们每一个人 心中想象的样子 这样子 所以他如果当初 想象出来 那边缺的样子 跟最后大家的意见 不一样的时候 他 谁做final decision 我们都还是会觉得是他 没有也会协调 因为其实 黄界讲的这个东西 是关键 嗯 就是 呃 我后来很想要继续 重组929 继续玩的最大原因 嗯 因为也像也许 像星星那一张 嗯 他就是一个 有一点 融到大家的想法 是 因为那就是编制比较大的一张 然后那些东西的一些创意 包括像嘟嘟的那个 鸟叫声 嗯 口气什么 各式各样 或是黄界的子弟 那些东西所渲染的气氛 可能都是我一个人 不可能做到或想到的 哦哈 那只是说 也许像星星那张的执行 就是 蠻初期的 嗯 可是我很怀念 而且很渴望 那个东西如果执行到 很很好的话 会是什么样子 OK 所以929 应该就是我最渴望的一个 做音乐的状态 那目前929 现在就是 除了 目前的目标 就是先把演出做好嘛 嗯 就是今年上半年可能会有 然后接下来才会有新专辑 对 所以现在就真的在忙就有黄界嘛 嗯 是这样子 大家都很忙啊 哦 因为大家其实做音乐的时候都很认真 大部分都是蛮忙的 所以Robert加入的时候 会把929带往什么方向呢 哈哈 未知 就是 或者说Robert对于929的 新的929的想像会是什么 其实 一开始的话很简单啊 嗯 就是不要唱音不准啊 哈哈哈 歌不要忘啊 哦 果然开始 嗯很好啊 嗯 大家tone好一点啊 嗯 編曲每次 彈出来要一样啊 嗯 要从头整理 所以Robert以前在听929的时候 就一直发现 就是他们以前的问题 嗯 不会啊 因为你听到表演的话 那就是一次而已嘛 嗯 或者你听到专辑 他已经都弄好了嘛 是 对啊 所以不会有那问题 嗯 可是 其实任何乐团都一样啊 是 就是你一定要练 听好没有 黄姐 有有 哈哈哈 有有有有 是哦 是 那既然2013年已经开始 回顾这 这七年来 从 929正式诞生 然后四个 然后大家开这三页 然后 出现在各个不同的组织 其实风和力是一个超级大家庭 对不对 哇 这追溯到最以前 很可怕 就很可怕 嗯 是因为像Robert就是也许像欣欣欣那张专辑的鼓手 嗯 他录制的 是 然后最以前我们认识查尔斯 嗯 就是到林伟泽的录音室去的时候 嗯 Robert也在那边 所以我就说就是风和力奇一下 其实各个团体跟各个演出 歌手其实都是一个变形熊组合 嗯 嗯 嘟嘟有斯瓦小姐 是 嗯 而且嘟嘟还会走秀 哈哈 你也看到了 这不是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吗 所以929里头有两个很想要当偶像的人 是这样吗 就够了 我并不想但是就是一直往那位置去吧 我也是 我懂 都我懂 很可怜 请问是有人逼着你往泥桃路上走吗 压力好大啊 哈哈 因为他们天生就是有这个气质 所以其实929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超级偶像大团啊 不是吗 嗯 好说好说 在当年 在当年宣告占别的时候 记得是在成品的那一场 不是so out 然后底下万人空巷这样 想说哇到底是怎么回事 万人空巷这个字眼好像用错 Anyway 那个场子就是满了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如果继续现在已经是 不重要 漂亮 所以要重新来开始新的929的一夜 对不对 因为 因为其实 这才是 这才是当主唱的guts啊 对不对 不重要好学起来的事情 没有真的 因为其实他在这个中间的过程里面 是 我们从来都没有停下来啊 是 是 黄介出了两张专辑 是 而且香格里拉 是 我不要讲一下 香格里拉什么啊什么 什么什么 因为香格里拉 就是 有一阵子很红啊 黄介就会觉得有压力 香格里拉 根本就是他的巅峰代表作啊 真的 哪比得上自己的巅峰座 也许像猩猩啊 所以现在两个是要针锋相对的呢 我终于挖掘出这一面了 我就是想要导出这个结果来 没有像我中间也有做诗歌的专辑 是 然后会有一点点不同的角度观察别人的作品 或者说组合起来 嗯 我其实没有那么心理 我自己也可以做得很好的 这样的状态吗 其实有很多很多细节开始感受到不一样 比方说 因为大家都比较有为一个完整的作品了 是 都做过一些完整的作品 然后也表演经验比较多 是 所以很多基础面的东西就不会那么那么恐惧 哦 那么模糊 比较知道要干嘛 嗯 那Robert再进来提点一下 哦 大家就更清楚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不只是音乐上面啊 我觉得就是 怎么怎么样玩团 怎么样相处 嗯 这些东西跟以前也不太一样 所以相处模式有什么不一样吗 现在 就是因为 一起合作 好像现在偷笑什么我想知道 一起合作总是会有摩擦嘛 嗯 对对对 对摩擦很正常啊 对对对 就是在很多次摩擦 然后慢慢理出一个头绪 要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这样 哦 黄剑我想知道你心里在笑什么 就这话从嘟嘟口中讲来 但 再恰当不过了 哈哈 就是前一阵子才搞家 哈哈 我们其实都 吵什么 都吵过大 吵麦克风架子锁不紧的事 哈哈哈哈 我是说真的 黄剑对我也有大吵过 对对对 等一下麦克风架锁不紧 这件事情会是一个很大的争取点 哦这个这个要 这个 可以再安排一集我来讲一下 哈哈哈 我给你三分钟快 哈哈哈 没有啦 我觉得我们这 这老朋友 那个吵架真的是没差 对 因为你不会放在心上啊 就吵过就算了 吵过就算了 那再提到就可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了解 甚至有时候吵架是因为 嘟嘟可能要提醒我什么事情 嗯 那到底不是完全因为是麦克风架 是因为 太多事情 然后 欸我觉得我再问下去 真的那个事情就太快了 哈哈哈 我们还是保留一点好了 我已经摊完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这可能是 应该这样讲 第五十一次麦克风架 没所紧 就会生气 的那种感觉 我了解 就是已经讲了五十四 怎么还手不紧 是的 然后就是五十一次大爆炸 对对对对 对对对这种感觉 哈哈哈 对 因为他说我们这种关系 我们这种老朋友的关系 嗯 也只有我们 会对彼此讲那种比较 真的话 残忍一点的真话 嗯 哎呦残忍欸 嗯 譬如说我会跟都说 欸你那样真的 不行 嗯 那都也会跟我说 你再这样子下去 你会 很惨 但是这种话是 别人不会跟我们讲 但是 因为是真的朋友 哈哈哈 哈哈哈 真的 哈哈哈 黄金加油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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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听到那个也很开心 哈哈哈 听到歌迷鼓力我也很开心 可是有时候 听到嘟嘟 跟我说一些真话的时候 嗯 你会觉得那个 比较珍贵 是当然 那个有可能调整你某一些 不好的地方 嗯哈 欸好 但是我要问另外一件事情 现在九九既然要重新出发 你们的 PTT的版 还有人在弄吗 有有有 有有 然后可是 可是 可是现在大家的重点都挪到脸书了吗 还是PTT同步 我们连脸书都没什么 我想也是啊 哈哈哈 专心在音乐上面 所以这件事如果正是要动起来 是两篇都要同时活络吗 对不对 是 是是谁负责这件事情啊 是后面那两位吗 幕后黑手 Cue的好 麦给他们 哈哈哈 是凯特 这个计划是怎么搞的啊 哈 哎呦 咦 咦 嫌起来了咧 哈哈哈 哈哈哈 小想知道贾尔斯 对九二九之后的规划 到底怎么知道 我们也不太清楚 对 那么快 对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来欢迎老茶 登登登 哈哈哈 哈哈哈 关于九二九的PTT及脸书 未来的经营方向 以及九二九如何成为一个 腰舞扬威横霸亚洲的国际天团 哈哈哈 唯一的方法就是放任他们继续这样做 哦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样的方法 那你预计九二九多久可以到达 到达这个地位 到哪里 哈哈哈 哈哈哈 带水 哈哈哈 哈哈哈 没有啦他们 他们就 改变了然后长大了 嗯 然后 Rubber进来 真的就感觉不太一样了 就是我也不知道变成怎么样 所以 我也很好奇 二月十六我也想去看一下 因为他们都不让我去看练团 哈哈哈 二月十六你可以不去的吗 嗯 你来看会神奇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 目前九二九的练团是秘密进行的 老板不能看的 也没有肯科医秘密 因为他们现在真的跟以前不一样 他们以前 练团三个小时好了 有两个小时在后面除了一聊天 嗯 可是我现在去他们真的就是在里面讨论东西 有时候 你刚刚不是说不能去 出来 没有因为我没有进去他们练团的练团 哦 他们出来还是在讨论说刚才哪一个音或是什么 我就想说 诶 这是九二九吗 看你在啦 哈哈哈 就演给你看 想说路芸 其实都在抽烟聊天 想说路芸 事前不要浪费这样 哈哈哈 哈哈哈 不知道 我觉得 这种 就看嘛 看嘛 就大家等着听啊 哦 真的 而且刚刚是谁说看了会生气 我啦 是你 你们要变成Disco跟Funk 然后是 严重违反 老茶的意愿 也 也不是啦 哈哈哈 因为老板比较 比较严格一点 嗯哼 他常常会对我说那个 没事没事 哈哈 哈哈哈哈 欸刚我们那2月16号的表演 靠带 呃 老板经常对你说什么 你自己开的这个头不能 他常常对我说 不重要 不重要 你叫这种话只有无知你一讲 就是归他所有 你不能 真的耶 他常常对我说 黄姐加油哦 哈哈哈 你今天的吉他弹的蛮好的哦 哈哈哈 老板跟你讲 之类的之类的 这样子 怎么办 你们家偶像明星变得 油头 哈哈哈 我一直都这样啊 超油 怎么会这样啊 没有啦 这出来久了 就是 那边沾染一些江湖气 那时候 希望可以可以 那个man一点 欸 929的音乐 哦 man一点啊 像YouTube一样man的啊 哈哈哈 我们团圆有一个更动 就是 小龟 嗯 小龟他现在还住在宜蘭 是 然后他生活圈主要 就是都在宜蘭 是 那所以我们现在是 929就是以我们私的 所以929就变成一个 正港男子汉乐团 是是是 而且是 风而立唯一的 男子团 就是 荷尔蒙喷射乐团 就是 是汗味喷射吧 好难听哦 我觉得很臭 荷尔蒙喷射 我觉得还蛮酷的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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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男子汉乐团 对 哈哈哈 而且是台湾第三大 男子汉乐团 好不好 第三大 第五五六六第一嘛 对啊 1976第二 哈哈 九二九第三 哈哈哈 哈哈 神尾第三大 男子汉 数字乐团 接下来的新目标是什么 新目标 啊 我觉得我的新歌 嗯 很很不错 嗯 感觉你们会说 我们就只 除了没有别的希望 只希望把音乐做得更好 嗯 这种官话 我们不要再听了 我们不要再听第三遍了 我认为我的新的创作是 比较比较亢奋的 哦 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 所以符合男子汉目标了 现在 很多人对九二九是一个清新的感觉 嗯 是 但其实清新不是我们当初 设定或者非要不可的方向 清新是一个意外的结果 对 清新是一个意外的结果 是一种手段 哈哈哈 乱讲的 你整个这样答案油掉了 你很烦欸 最初我跟都都 两个人做第一张的时候 是 那时候因为黄界在当兵 嗯 所以我们纯粹就是一个 编制上就用木吉他去做 嗯 但是没想到刚好那个清新的感觉 大家还蛮喜欢 是 可是事实上我们大学的时候就是都是一直在玩团 嗯 所以我现在的新的歌的创作 我自己是比较亢奋的 嗯 因为我心里头有很多 比较浓烈的东西 有很多话讲 对 不只是议题 是 还有自己的情感的部分 OK 所以男子汉乐团 嗯 他讲完了你了 其他人也要这样啊 那其他人 欸偶像怎么可以随便把话头丢给别人 好啦我希望可以把吉他弹好啦 真的 因为我常常有很多想法 手弹不出来 哈哈哈 那我再问问 那我这个问题要问Robin 其他的吉他现在给你几分 完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专门的问题 好可怕 哈哈哈哈 不能讲官话吗 不能 就是零 零到十 零到十 嗯 我都能接受 嘿嘿嘿 嘿嘿 黄静你把头转过去 嘟起来就 哈哈哈 你也都嘟起来 然后 就当做你不知道他的答案 是是是 上 上看九点五啊 哇 今天官话中的最官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你要 我說 抓得也妥协了 可以可以到那个地步 哦 没有就是他给你最严厉的期许 啊 我知道 也就是没有到 就是说二月十六号演出那一天 没有到九点五你就死定了这样 我知道了 对 尽量会到九点五分贝 有点五 九点五就好啦 九点五 九点五分贝 哈哈哈哈 就蚊子听得到吧 放屁都比这大 哈哈 不用擦音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来嘟嘟 诶 诶 诶 刚刚的题目 我就叫你们笑到忘记 就觉得有未来有什么期许 哦 新的一年 要讲正经的就对了 嗯 是 就是希望 我们的那个 就是 做这个团的模式 可以更明确一点 因为现在都还算是在磨合啊 是 大家还是会吵来吵去 每次看智宁跟Robert在讨论音乐啊 你都会觉得 如果没有声音你以为他们在吵架这样 哦 非常的热络 非常 过于热络的在讨论 对 但其实我觉得是好事 因为 表示你他们对于未来的期待很大 对 总算 总算有一个大整理 把所有的东西确定下 然后 我觉得有一种整合往前的感觉 OK 好 我跟Robert在整合的时候 然后都跟黄蟹就会在那边研究APP 我还没 我还没 我说这是未来的模式 下次练团 难怪你要办 练团会无聊 对 你们先吵完再叫我 我之前也是这样才办 喂 前 你是说哪一个团 哦 我练的时候没事就 就办了 好 那我们要把 929的结论交给 Rober Coach 来 Coach 不要今天叫我Coach 哈哈哈哈 Coach Coach 不然我们就 不然我们就 后面加一个0嘛 变最大的数字团 这样可以吗 哦 9290哦 哈哈 没有像四个啊 9290 92900 8好了啦 8 比较吉利 哈哈 所以他们开始认真地想要成为 台湾第一大数字男子天团 对啊 看急不急 这就是我们的期许 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欢迎所有的歌迷在929的版上留言讨论 我们今天就不在节目上公布答案 拭目以待 也许在2月16号那天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 然后看老板老茶采不采用这个鬼点子 好 好的 那我们就现场见咯 好 谢谢929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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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